据上海发布微信公号消息 上海周星气象谈2021年9月10日11时55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受较强的降水云团影响 预计未来24小时内本市大部地区将出现1小时35毫米以上的短时呛降水 请注意防范 是防汛办书 全市防汛防台I危机响应同步启动 防御指引 1.市民出行需备好雨具 确保安全 防御指南 1.停止在空旷的地方开展户外活动